昨晚乖庭彩虹桥上花火施放 大约在9点35分 烟火施放结束之后 发现乖庭吸引红桥桥面有燃烧的情形 消防局第一大队以及马公分队现场警戒人员 立即出动消防车两辆 消防人员共计10名 展开抢救 顺利扑灭火势 但也造成了红桥上有烧毁的痕迹 旅游处也请厂商活动结束之后要修复完整 在昨晚因为风大雨大 无人机无法升空 但烟火释放如期举行 9点一到花火升空 但就在释放完花火之后 彩虹桥上突然发生火警 消防局第一时间进行抢救 昨天晚上有风有雨 所以因为风势比较大 造成烟火在释放的过程 大概有一些落雁落到桥面 那因为桥面是现在铺设的一个面 表面是类似硕胶的一个材质 所以也引起这个燃烧 那燃烧的这个点 也是蛮有一定的一个面积 大概在桥 红桥的东侧的部分 那当场这个消防局就做一个紧急的因应处理 火势很快就控制住了 那当然浑烧的一个表面 满面积也蛮大的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折成厂商 在活动结束之后 一定要尽快的来回复原状 消防人员在现场立即部署水线 出水抢救 火势在9点55分左右随即扑灭 经查起现场仪式吸引洪桥桥面 彭花烟火释放之后的余境 在风势助长之下 引燃烟烧周围装载烟火之止盒所引起 现场未有人员伤亡 记者陈荣誉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